所以很快可以讲到 所以务必帮我们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 你这么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啊在创世以前 你就拣选我们了 在创世以前 在创造世界以前 羔羊已经被杀 主啊你就已经为我 预备了我生命中问题的解答 当问题还被发生之前 你就为我预备了那个解答 你就为我预备了那个答案 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切的答案 谢谢天父 谢谢耶稣 谢谢圣灵 谢谢你们为我们预备 这样美好无比的 预先定下就招我们来 招我们来就称母而已 称母而已还叫我们得荣耀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知道上帝无条件美好的恩典 今天你的话语被打开 就发出亮光 我们要看见你话语美好的Rama 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瑞玛来的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你已经分布了 像孩子口跟孩子的心 今天要看见你荣耀 谢谢耶稣将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马可福音四端三十节请念 又说神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你会发现耶稣一直 不断的在用各种比喻 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比较呢 可以用什么比喻来表明的 耶稣常常用比喻 而且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 其实他后面是有说的 阿们 阿们 好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一节请念 好像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枝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塑在它的蝴下 好 现在来到芥菜种 大家知道芥菜种吗 在教会界蛮有名的 芥菜种营地 芥菜种会 芥菜种教会 大家知道芥菜种是什么 其实它的英文或原文就是 Mustard 什么意思 就是你吃那个 猪脚或者是美国热狗的时候 那个黄芥末 黄芥末有那种 有颗粒的那种 另外一种没有颗粒的不是那种 就是有颗粒的 好 那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平常我们说芥末 你会想要什么 你会想要wasabi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wasabi真的官方名字叫做 山葵酱 对 而且老实说它不叫芥末 你去看 我昨天把我家家里三四种wasabi 小包都拿来看 上面通通都写山葵酱 对芥末是我们 其实严格说起来 我们已经语言习惯到叫它绿芥末 黄芥末跟绿芥末 没有 这叫做宣冰夺主 芥末就只有黄色的那个东西 对 我们那个叫做山葵 可是太常用 所以它是Mustard 就是你吃的那个小小种子 就是那一小小棵 有没有吃过 有一些猪脚 德国猪脚 他会用那种 牧师你为什么一定要 我每吃早上还要讲这个 我也是啊 你要体会啊 好啦 你知道那个小小小小的种子 种下去 它可以长到多高吗 刚才我们念了这个经文 它小的时候 它还没长大的时候 它非常的小 白种中最小的 好 请看下一页 之后呢 它会长大 而且比各样的菜都大 它不是比各样的树都大 它是比各样的菜都大 因为这个菜可以长到三四公尺 对 那有点像树了啦 对啊 您可想象三四公尺的萝卜吗 三四公尺的西瓜吗 天哪好可怕 对不对 可是这个菜可以长到三四公尺 对 所以在菜里头 它是最大 而且还长出大只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树在它的印象 OK 然后呢 其实这边在比喻什么 天国好像芥菜种斗点 所以原来我们的天国 就只有像芥菜种那样 不是 它是整个东西加起来的 所以看圣经不能只看一句 你要看整个前后文 所以啊 是它在讲 天国也许一开始小小的 但是之后它会长大 而且它在菜里面是最大的 而且呢 菜是可以滋养人的 虽然没有办法吃芥末 吃芥菜种吃到饱 应该会死吧 你会 你会呛到 不行 没办法呼吸嘛 对不对 好 OK 所以呢 可是呢它就在告诉你看 天国也是喂养你的 而且它长大甚至连飞鸟 可以树在它的硬下 硬下 硬是树荫下面 飞鸟可以在它的树荫下面 所以你看三四公尺 真的了不起很厉害 OK 所以其实你看 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 什么时候 西元 公元三十年嘛 三十几年 有不同的说法 二十几年 好 OK 好 那个时候到现在 是不是按照它的预言成就了 天国一开始它来的时候 天国被猛力攻击 对不对 我们河尔本翻天国是努力进去 对不对 翻错 是翻天国是被猛力的攻击 或是天国不断的前进 然后强暴的人去夺夺取它 那些强暴的人 那些伤害的 那些想要夺取天国的人 他们都没有成功夺取天国 还被天国夺取 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罗马帝国想要扑灭基督教 想要扑灭这个乱源 知道吧 所以他们才要杀耶稣 但是比拉多又不敢杀耶稣 所以就让公辉 然后公辉也不敢杀耶稣 所以只好比拉多听他使讲 然后比拉多说 不敢我的事还要洗手 对不对 他想要扑灭 结果呢 想要扑灭基督教 想要扑灭耶稣的真理的帝国 最后整个转过来 变成整个帝国都行 谁比较厉害 用脚踢铁板 用脚踢刺是男的 或是女的 不好笑 知道那个圣经上的谁 用脚踢刺是男的 不是女的 听不懂算了 这就是圣经手才听得懂的笑话 所以我讲完笑话 没笑的人 我就知道你圣经不熟 从此以后 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假装笑 不行 这个教会就是不要假 OK很真实 回来是这样 神的国真的不断的前进 你看你自己亲身这个预言里头 你知道有太多以前 我记得西班牙还有一些国家 他们那时候都想要摧毁神的道 结果最后谁被摧毁了 真的不要去抵挡神要做的事情 就很像一台高铁在跑 你可以在里面享受舒服的快速的交通 你也可以在外面拍照 看车很帅 你不要在铁道上 懂吗 不然你很快就会见到上帝了 要信耶稣才会见到上帝 好所以你知道意思吗 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你亲身在这个见证里头 你看有一个人找了十二个门徒 有一个人跑去安利了 然后这十一个坐下来 做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的下限 然后现在全球有二十几亿的基督徒 历界也有几百亿的基督徒 你看神的国就会这样长大 然后他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信仰 就是这样 只有一个小小十二门徒的 然后教主还被钉十字架被干掉 然后那个教主的大门徒还不认他 然后里面还出了一个人混 然后在那边乱讲 结果最后现在变这样 为什么 因为天国原本一开始像芥菜种 跟现在二十几亿 跟加起来几百亿比起来 那是不是一个芥菜种 可是如今长大成这样 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树在他的枝下 长出大枝来 OK所以当我在讲这些讲道的时候 我就去研究去看一些其他的牧者们的讲道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解释 所以有一些牧师就说 这是马可福音诗堂三十二节 往前看 耶稣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飞鸟吃掉了 就是撒种 撒种的例子的比喻有四种 就是撒在路旁的 被鸟吃掉了 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得救的 然后撒在土浅石头地的 那个就是得救 但是没有长的人 然后再来就是撒在荆棘 就是有长但是没有结果的人 然后再来就是豪土 就是可以长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所以这个经文按照前后文 他们就认为飞鸟吃尽了 飞鸟就是魔鬼二者 所以这边提到 神的国里面 也会被飞鸟塑在他的印象 所以魔鬼二者塑在他的印象 我也不能说不对 毕竟这有按照解经原则 解经原则有上下文 前后文上下文 时代背景 然后乙经解经 对他是乙经解经 也上下文 可是我是认为这个有点太扩张 可是没关系 现在毕竟有原因 所以有人说 所以其实这边还是在讲前面说的 就是那个麦子败子 等下还会再解释麦子败子 对 然后呢 就是败子就是假弟兄啊 或者是一些 混在世子 就是看似像基督徒 看似好行为 其实是假的那些人 OK好 所以呢 这边的飞鸟 可能有灵异的意义 也不一定有 那我通常解经比较保守一点 除非上下文 真正直接讲 因为毕竟还是差了蛮远的 的经节 大家知道在讲什么吗 往前面一点 到现在其实有一点距离 OK所以呢 天果很像戒太总 最核心意识就是 你吃的那种 德国猪脚 那个小小颗的那个东西 可以长到三四公尺大 就是这种感觉 好 祝福你 不只是你吃 你在天国灵异里头 有这样 你生命中那个美好的祝福 也要长大 从那个小小的变成三四公尺 比如说你的财富 从那个变成那么大 愿意吗 不想 愿意赶紧跟神说 我又不能给你 对啊 圣经上有这样写 我们就可以活在这里头 对啊 而我们 那既然这是天国 这是神的国 让我们也知道 神的国 就是我们财宝在神的国 我们的心在神的国 让这些应许 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好 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三节请念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OK 耶稣用比喻讲道 对 为什么耶稣用比喻 有很多理由 等一下会去解释 其中一个理由是 耶稣故意用比喻来讲道 你会发现 我们教会用很多比喻在讲道 你想要为什么吗 因为人每天都有生活经验 你常常会去思想 也许你不会这样思想 可是我有这样思想 人为什么神要创造一个地球 然后让人活着 然后在这里面寻求他 那到底还有些什么意义 我后来仔细想想 其中一个理由是 你的生活经验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让你感受到天国 神的国跟神的心意 比如说我们常常不是举一个例子 好 什么叫做阴性成义 什么叫做成义 什么叫做义人 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 而且我们还觉得一个很 我们生活化 你在考试的时候 考卷发现 你完全答不会 一题都不会 而且考卷最后面 翻到后面写 本考卷未满一百分子 钉十字架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你旁边最好的兄弟 他叫耶稣基督 然后呢 他也看了你一眼 然后你就看到他的右上角 考卷写你的名字 然后他帮你作答 然后你就知道 你写他的名字 帮他作答 最后 你只考了两分 他被拖出去钉十字架 你成为全球 全学年 全球唯一考满分的人 这叫做成义 什么意思 首先作弊是不对的 这只是一个比喻 好 再来 你根本没有那个实力考一百分 对不对 那是耶稣的实力 可是他代替你承受的刑罚 什么刑罚 被钉十字架 好 然后呢 你 你因着他被钉十字架 因着他为你成为贫穷 钉十字架是裸体钉的 什么都没有 当你被裸体示众 钉在十字架上面 你什么都没有 面子也没有了 理子也没有了 连生命都没有了 好 然后呢 耶稣基督为你成为罪 因为钉在十字架上 挂在木头上是被诅咒的 所以呢 耶稣基督为你成为罪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什么 成为神的义 这是一个举例 我是不是用一个 你生活最有关系的事情 大家考试的时候 从小做过最多的事 大家就考试了吧 对不对 连体育课都会突然间说 啊我们今天不上体育课考试 现在表演可不可以 我们以前常常这样 然后啊 音乐课 还好我也没有很爱音乐课 好 没有 然后又考试 就动不动我考 找自己考试 每天都在考试 所以啊 这个时候人缘好不好就很重要 不是我没有鼓励你做那些 我是说同学教你好好念书这件事 生完一个牧师 我真的不可以鼓励你作弊 对 这是不对的事 我只是举例 好 所以啊 你看你用这个生活经验 你知道吗 我以前真的时候 我那时候去大学 然后我也成长 我还没起 前期木道友 我有作弊 后来我信了耶稣 我很火热追求 然后我们就是一群好兄弟嘛 一个功课比较好写完会传小纸条往后 传到我这里之后我就觉得 我不传给他 那个人怎么办 我传给他我就怎么办 最后怎么样 我没传 然后我只好换一批朋友 不然我应该在写 在写纸条上面写 作弊是不对的 然后传给他 而且上面是没有答案被我吐掉 不行啦 对啊 可是我真的就没有传啊 那怎么办呢 就这样咯 对啊 所以我要先说 如果你有遇到这些状况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神还是爱你 对 那你就算 如果你现在正在念书 而且你刚刚作弊了 刚刚作弊了 好神还是爱你 但是我们真的是 倚靠神 我们要越来越好 越来越像耶稣 好OK 你看我刚才是用一个比喻 跟非常生活化的比喻 对不对 你能够体会嘛 对不对 你能够体会那种 真的不是你的实力 然后 人家代替你考到这么好的成绩 这是举例啦 通常没有人愿意这样为自己 为你牺牲啊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以前 我功课 我曾经一段 不是曾经一段 我大部分时间功课不大好 可是那时候 我爸请了一个家教 那个家教很会猜体 所以啊 我很多东西 他真的教我就会 结果我就去考试啊 然后我就考得特别好 然后比以前好很多 然后 老师说我作弊 还把我拉出去 去另外一地方考 问题就是 老师教我很多东西 我是背的 考前背的 所以他叫我考的时候 我根本比起来要考啊 所以我就没有背啊 然后就考得很烂 然后他们就说 我就是作弊 我就体验了这件事之后 我就知道什么叫做 你没有犯的罪 却加在你身上 所以透过这件事 我又比喻了 你是不是有感觉到了 所以你看 你却感觉一下耶稣 他承受的是 他没有做的罪 加在他身上 我花不少时间 原谅我老师 这件事 功课已经不好 好不容易好 还这样说我 拜托 隔壁的也没有考得我好 我知道怎么作弊 对啊 真的是 好了 没关系 这不是重点 好 耶稣用许多比喻去讲道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活经验 其实是可以被神使用 让你去感受 神的国神的心意 因为为什么 讲道 如果只是讲道 道这个东西 其实是 他就是道嘛 所以他很可能会 比较深 比较难 体会 所以好的老师 是深入简出的 要让你懂得用比喻 所以你看耶稣是好的老师 可是我们要去抓 要去学习的事情是 耶稣的方式 比如说刚才讲到芥菜种 我刚才如果没有解释 芥菜种不是芥末 芥菜种就是芥末 但是不是绿芥末 不是三魁 那你根本不晓得芥菜种是什么 你根本不晓得 你看过芥菜种 对不对 其实你只要有吃过那种乐狗或那个猪脚 应该你都看过芥菜种 可是你不晓得那东西是芥菜种 好OK 所以我们要学的不是耶稣 2000年前用的比喻 是要学耶稣用比喻的精神 了解吗 所以我刚才觉得 是不是都是近代我生活中有的 跟你生活中有的 所以你就能够体会那种感觉 了解吗 所以我们可以练习用比喻 用智慧的方法 跟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 这是绝书的方式 好 马太福音13章33节请念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孝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OK 所以天国又好像面孝或面孝 好就到这里结束 没有 是整个 天国好像面孝 然后到发起来 才是整个天国的比喻 不是天国好像面孝 所以其实我们天国就是酵母 多可怕 好 所以耶稣又用了一个比喻 这绝对是他生活化的比喻 那个年代的人就麦子 麦子之后磨面粉 面粉就做面 然后就可以吃面吃饼 对不对 天国好像面孝在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头 只等全团把它发起来 所以天国只有三斗面 吃完就没有了 不是嘛 对不对 他只是举例 大家有没有看过 发面团的例子 应该说你自己 有没有在家里做过这些事 可能有可能没有 对不对 好 真的就是你去看面包里面都是空洞 对不对 那个就是酵母啊 天国是会长大 而且你根本没有看到他 为什么他就长大 对不对 因为那个年代 你哪有什么显微镜 你怎么看得到酵母 他就是会长大 所以很多事情 你不一定要真的介入 有些事情你就是祷告 让天国很像面孝一样 面孝一样 慢慢的他就长大 可是好 妇人需要做什么 他要不要把面拿来 面粉拿来 然后揉面团 然后之后 酵母是会存在某个地方 然后把它揉进去的问题 你还是需要去做一些 你该做 所以重点不是你一直去做什么 有些酵母你给他打开来看 他不会盖一块布吗 放水吗 对不对 你一直把它打开还会影响 所以有些事情 你要有智慧 不要样苗助长 但是有些事情 你要懂得与神同情 那至于该怎样 就是平常跟神的相处 所以天国很像面孝 然后发现 神会自己做他的工作 我们与神同情 OK好 请看下一页 看有些时候 他的比喻只有一节 就一节就讲完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怎么又重复篇幅 是因为时间关系 好 等一下会再讲到 上次讲到了 那个how my 不是how my how by子 how by子 不是乳杯子 对 是how my子的比喻 为什么 因为耶稣讲了这个 by子 my子的比喻 然后中间他又讲了别的比喻 然后门徒之后会私下问耶稣 刚才那比喻我听不懂 然后耶稣就会再讲一次 所以我们等一下 不是我重复篇幅 不是我不想要讲什么 所以把上礼拜拿来讲 没有 因为耶稣这样 我照着圣经讲 一定要先跟大家讲 不然全目是 你是不是 昨天玩太开心 所以都没准备讲到 没有 我是照顺序讲 好OK 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好 为什么 其实有几个理由 当然一个理由就是刚才说的 很多事情你不用比喻 大家听不懂 太初有道 道与神通在 哇 听起来很厉害 可是你比喻 你要去感受 对不对 好 有些事情 有一些东西是硬的 但是你要知道如何沟通 如何让人家知道 OK 所以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些他们是众人 对不对 众人 众人跟门徒 跟随耶稣人是不一样的 OK 但是后面还有其他理由 请看下一页 好 这也是我们上次读过 马太福音13章15节请念 那些所谓众人 听耶稣声音的这些人 我们看和和本的翻译 你会发现他们是所谓 游蒙的心耳朵发成眼睛闭着 然后他们和本的翻译翻成 恐怕他们看见听见明白 回转过来 神就医治他们 好像感觉一副好像神 不想医治他们 神好像是一个坏的神 你知道吗 有一些人 你知道当人信的对活的对 信的错活的错 当你脑袋里面的上帝 是很命的 很严厉的 很定罪的 很多人心里面的上帝 是一个老法官 然后呢 因为自己被跟老婆处不好 所以每天在工作上发泄 所以呢 你知道法条 比如说可以判五到七年 每次他都判七年 懂我意思吗 有一些可以重新发落 他也给他判七年 很多人把上帝想成这样子 可是上帝是充满怜悯跟恩典 他想尽办法 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问题 来祝福我们 想尽办法 想要让我们进到他美好的计划 跟祝福里头 你知道吗 当你能够真正去从 打从心里 打从心里 打从最深的部分 你相信耶稣是这样 你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 耶稣是啦 耶稣为我死是 可是呢 天父 你看天父 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听在实在上 天父很严厉 我今天是靠耶稣帮我挡 不然我就死定 没有 圣父圣子圣灵都爱你 都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只是耶稣是自愿上十字架 因为耶稣不自愿 我们就死定了 可是他太爱我们了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很爱我们 天父非常舍不得耶稣上十字架 耶稣也非常舍不得自己上十字架 没错吧 他前一天晚上说 主啊不要啦 但是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对啊 可是呢 这是唯一的救赎 唯一的方式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然后耶稣要为我们死 然后为我们复活 然后复活之后升天 然后才会拆圣灵下来 所以现在 那个使耶稣死而复活的 那个圣灵与你同住 所以我们可以经历 那个跟耶稣一样的超自然神迹 更大的超自然神迹 我们要继续让我们在主里面 扎根 让这些事完全张写出来 好 我们继续说 所以啊 这个经文很可能是翻译者 因为那个字翻 恐怕 恐怕 他感觉神是恐怕人回转医治的 所以才故意用比喻 可是不是啊 耶稣不是这样啊 请看下一页 好 这是现代综艺2019版 蛮新的版本 我们请念 因为他们心智闭塞 塞住了耳朵 闭上了眼睛 不然他们的眼睛就会看见 心理礼物 回心转意 我就治好他们 因为这些人是心智闭塞 心智闭塞不一定是自己的错 有些人生出来在心智闭塞 有些人 从就是被世界弄下眼 可是你看 他们塞住耳朵 耳朵总是自己塞的吧 闭上眼睛 好 塞住耳朵是被别人塞的 眼睛人家怎么帮你闭上 好 闭上眼睛 这是他的选择 然后他们做这些选择 所以会这样 不然 我就治好他们 意思是 如果你选择自己塞住眼睛 自己闭上眼睛 塞住眼睛 不是啊 塞住眼睛 自己塞住耳朵 闭上眼睛 你自己选择不听 那你当然不会得医治 不然你只要愿意 看见听见思想 我就治好你 然后我另外在思想 为什么耶稣有很多比喻 其中一个理由是 现在他还没上十字架 还没有全备的真理完成 圣灵还没降下 所以他现在是用比喻 比喻听不懂 我没听进去 他还有下次真的事情发生的机会 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很多多层的意思 OK 所以啊 其实你知道 刚才那个恐怕 跟现在这个不然的差别 光一个字 同一个字可以翻 不然也可以翻恐怕 翻恐怕 神就变得很小气 翻不然 其实神很想医 但是你们不要 你知道差别吗 请你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读到旧约圣经 大卫王跟拔斯巴犯监影 然后呢 大卫王跟拔斯巴生的小孩 就病重 然后大卫王就去迫切祷告 结果这个小孩还是死了 然后呢 有人就会说 有人有教会就会拿这个圣经来说 你们这些人啊 你们不要犯监影啊 你看大卫王连迫切祷告 小孩还是死啊 所以你要说什么 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啊 大卫王在旧约啊 如果父母犯罪 小孩就要死 你们只好死光了好不好 我根本不会存活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 没有人的父母是不犯罪 因为你也是会犯罪的 你信耶稣这也会犯罪 信耶稣之后 你是越来越不犯罪啊 懂我意思吗 只要大卫王 对大卫王跟八十八正的犯监影 这是错的 那个小孩无罪啊 可是那是旧约啊 旧约的规则是父母犯的罪 会临到小孩啊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过这种事 我爸爸喝酒我醉 还有这种事 可以这样吗 那你儿子多生几个 帮我们分担一下 还有这种事 对不对 现在连负债都不用止还啊 不用抛弃继承了 大家知道 以前的 我说台湾 台湾这边 法律的部分是 你补我不抛弃继承 你父母欠的钱 会直接到你身上 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很惨 可是后来法律修正啊 除非你去 你去接受 否则那个 那个债权是不会到你身上的 OK好 所以意思是什么 当你把神看成 恐怕我要祝福你 我根本不想祝福你 但我必须 我恐怕 那你的神就变成这样 然后你就会过成那样的日子 可是真正的翻译是不然 其实我很想依他们 可是我有我的规则 你要听 你要相信 你要知道我的爱 你要知道这一切 然后心里 你信的对 活的对 然后 那个恐怕变成不然 然后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就是一致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心里面相信的上帝 当然那个上帝不是你自己想象 而是圣经怎么说的 但是圣经给他翻成什么 恐怕 所以你要去看其他一本 你看2019版够新了吧 不是2019都是坏事 COVID-19 2019 没有2019也出了一个不错的版本 对不对 所以你要懂得知道 怎么相信上帝 相信正确他 他不是一个老法官 每天想定 这没做好 那没做好 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确实会管教 因为爱所以管教 你会管教你的儿子 会管教你的女儿 会 但是你其实是为了管教他 才把他生出来了吗 你是为了有人可以虐待 才把他生出来了吗 你连养狗都不会这样好不好 狗过得比你儿子还好 有些人的狗过得比孩子还好 好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孩子生出来 你是为了爱他的 可是当然了 因为人有软弱 你会工作 烦躁 心情烦躁 各样的不同 所以你可能不能够完全善待你的儿女 很多时候你骂完 有一个笑话 但也是事实 很多时候骂完小孩 你就觉得骂太多了 怎么办 主要悔改 然后后来骂完老公 就觉得骂太少了 悔改 没有啦 骂太少不用悔改 你知道我就是会这样 很多妈妈的心神 好了 但是真的是 老公才是陪你一辈子的人 对 孩子有一天18岁20岁会走的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老公老婆 好 OK 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些人是自己选择不要 不然神真的很想医好他们 我们要相信正确的 知道正确的上帝讲怎么样 然后让你自己在那个美好的祝福 好 马太福音13章35节请念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另外一个耶稣用比喻的理由 是因为诗篇有预言过 他要用比喻来说他的道 好 OK 我要开口用比喻 然后来说明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因为你生命中有些事情 你必须有经历 比如说好 假设你想象一下 比如说你举了一个例子 是 比如说好 假设你现在穿越 你回到耶稣时代 然后你讲耶稣的道 你说你知道吗 神的道呢 称义像什么 就很像是你考试的时候 人家写你的考卷 绝对不会有人听懂的 那个时候哪有这种考试制度 跟这种考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个比喻是在那个年代 对那个时代的人 把那个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好 为什么是发明出来 发明是发明电灯吗 所以我就去猜 为什么我们发明这个词 而且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原文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成名出来 就是讲明白 这个翻译者就要翻发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从小就是想要当发明家 结果他成为翻译家 所以他决定要翻发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我也许就是1899年开始翻译 那个年代发明就是讲明 就是说明法 好 简单说就是 我要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 说明出来的意思 OK 所以耶稣很多理由用比喻 其实里面绝对都是为他的爱 他想要让人 该听懂的人赶快听懂 不该现在听懂的人 之后等我救恩全备了 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再听懂也可以 然后呢 而且我就是要把福音讲清楚 对你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很多时候 我第一次读圣经 以前的我也是在恩典律法混杂 我读到恐怕 恐怕他们悔改 所以上帝是一个不一定会希望我悔改的 所以我还是恐惧战精 做成得救的功夫吧 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吗 我还是天国要努力进去 我要努力进天国 可是分明这些地方都翻错 什么做成得救的功夫翻错 天国努力进去翻错 就是无条件的一个慈爱的父亲 就很像是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 小儿子在外面浪荡之财 把所有些美好的都用光了 然后回来 只是想要讨一口饭吃 爸爸穿上去拥抱他 给他穿鞋 给他戴戒指 给他袍子 然后帮他宰牛 这就是我们的天父 可是这个孩子回家之后 他要不要开始悔改他的行为 其实他在那个当下 他其实有悔改 他跟他的父亲说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这句话是对的 他真的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 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 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 你先跟父母说我要分家产 意思就是救主啊 你爸爸死 因为家产是 家产是走了以后才分的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啊 那个小孩是得罪天也得罪了他爸爸 原本他的下一句台词是 让我做个雇工吧 我不用当儿子了 我当工人就好了 他爸爸只让他说了第一句 我得罪天也得罪 你让他认罪 后面那句话没有给他 不要让他求到这句话 他直接恢复他儿子的身份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没错 我们还是神的仆人 前提是我们是神的儿子跟女儿 神的王子跟公主 前提之下的仆人 你知道吗 就很像 即便你是皇太子 即便你是公主 你在朝廷上面 你还是 你还是一个 呃 臣 臣下 你还是一个臣子 没错吧 但你私下 比如说清工具 你私下会叫到皇阿玛 在大朝 在朝廷上面 你不能叫到皇阿玛的 你是要叫到皇上的 知道差别吧 对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 你有私下很亲密的时候 可是也有在台上很荣耀 然后显出神大能的威严的时候 所以你要懂得知道 我们跟神的关系 可是你的核心身份是 你是神的儿子跟女儿 是被疼爱的儿子 被疼爱的女儿 大家知道吗 然后因此才去服侍人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年代用发明这个词 反正就是讲明 所以上帝用比喻 把他真实的心意说明出来 好 我们在福音13章3的6节请念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天间拜子的比喻 讲给我们听 好 所以耶稣我有做见证 这是他的篇幅 又来重讲一次拜子的比喻 上个礼拜 我们讲了很多次 很多拜子 这次我又讲 不是因为我没东西讲 是因为耶稣又讲一次 我要照着他讲 好 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连续剧 或一些动画卡通 他突然剪到某段 会把前面再剪一次 然后播给你再看一次 然后你整集看完就觉得 这不是前面剪的吗 还有更低级的 你特别是 那个日本动画会这样 有些是这样 就是他会把很多 他已经在电视播过的东西 剪成一整集 然后重新宣传 叫你去电影院再看一次 真的 常常这样 我都被骗过几次 可是耶稣不是这样 因为耶稣前面讲了 拜子麦子的比喻 讲完的时候 讲给外面的人听 后来中间又讲了几个比喻 之后现在 私下 现在众人离开了 进到房子里 门徒进前来 就是12门徒 甚至也许70个 他有12个 再70个 然后就进来问他 所以这个是再讲解一次 好 请看一下 好 我们先把之前 他跟众人讲的例子 看一下 马赛福音13章24节 请开始 天国好像人 撒好种在田里 急着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 将拜子撒在麦子里 就走了 道长苗土碎的时候 拜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 告诉他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拜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 你要我们去 撒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撒拜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拜子撒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麦子要收在汤里 好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 然后呢 就会撒了 但你撒完好种 就回家了嘛 对不对 睡觉的时候 仇敌就来 把拜子撒在麦子 这里头 好 然后就下一页 然后呢 到掌苗兔岁的时候 你才发现 怎么会 你不是都只撒好种 为什么会有拜子呢 好 然后再看下一页 然后呢 主人就说 是仇敌做的 其实基本上 这个比喻 蛮浅显的 对不对 其实你大概也知道 是什么 可是门徒居然不懂 所以没关系 我们就配合门徒吧 好 恐怕 薅拜子的时候 连麦子也拔出来 对 薅就是拔 拔拜子 拜子就是一种 长得很像麦子的一种作物 但是它的根比麦子更深 所以当你拔拜子 会把麦子一起拔出来 所以他才不要拔 因为拔就会伤害麦子 你是麦子啦 麦子是坏人 神要处理坏人 可能会影响到你啦 如果那个坏人是你老板的 你是不是没工作的 我不是说 你老板都是坏人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 牧师你怎么知道 先知性的预言 我就知道他是 没有 我没有这样说 我没有这样说 我只是举例而已 好 那 薅就是拔 所以薅拜子 就是把你老板 不是 不是 是把坏人拔出来 对对对 对 搞不好坏人是你客户 那如果你动他 神动他 你就没案子啦 如果你是接案子的 对不对 所以神有各种理由 好 薅拜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所以神会在美好的时刻做 请看下一页 好美好的时刻 就是收割的时候 因为收割就不用拔根了嘛 对不对 直接砍了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些坏人就会怎样 听说这个梗 上个礼拜 大家都很开心 拜子到底薅住来要干嘛 拔出来要干嘛 放久了之后就会干 干了之后就可以拿来烧 所以那些坏人是干嘛的 留着烧用 真的 他们就是地狱的燃料 对 他们会很开心 过着很火热的生活 对 所以我跟你说 你如果被欺负而已 真的你真的要定金 在最后的审判 因为 我刚好前几天 我就研究一些冤案的东西 我发现 真的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 指向 那个人是罪了 是犯罪 然后他就 他打 就是 白口莫辩 他就进去关 最后 终于新科技出来 DNA证明不是他 然后冤狱赔很多钱 真的 因为人就是审判 凭眼见 凭耳闻 所以司法 虽然是大部分国家的最后一条防线 可是司法人就不可靠 为什么 因为唯一可靠是上帝 上帝不凭眼镜 不凭耳闻 不是乱判 是因为他 在每一个时刻的 每个当下都在那里 所以他直接能够完全公义的审判 OK好 所以坏人会被留着烧 就这样 充满盼望 好 请看下一页 OK好 这整个故事讲完了 然后他们私下问耶稣 耶稣就开始解释了 那撒好种就是人 人就是耶稣自己 耶稣来撒了好种 撒了好的种子 在人的心里 在这个世界 在教会这个地方 田地就是世界 所以当有人说 那个田地是教会 是耶稣 只是讲教会的话 不是的 田地就是世界 所以事实上 在教会里也会有 拜子跟麦子 因为教会也在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教会也在这个世界里 还是我们在另外一个时刻 不可能 所以这个世界里 会有长得很像基督徒的拜子 跟真的是基督徒 还有 就是真正按照神的旨意的 麦子 还有假装看起来 很像是大善人的拜子 在教会里也有很多 麦子跟拜子 懂意思吗 真的啊 有些人真的形象好到一个地步啊 然后后来才发现是个大坏人 有没有 很多这种例子 有没有 那种 光是那个 你每天看那些 那些影剧新闻 之前都多爱 夫妻感情多好 一直放闪 然后突然间爆出来 然后就整个崩塌了 你可能以为我在讲谁 多了 对啊 就这样啊 真的因为 那个人设对他们很有利嘛 所以他们就活出一个假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我们在这种教会 我希望你 开心的 你来教会 你喜乐 你在家里听直播 喜乐 你之后再听喜乐 你就算没听 你也是真实的喜乐 但是我鼓励你听 因为越听会越喜乐 对 因为真正的福音会释放你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到真的自由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你要有被建造 其实我鼓励 最好能够 在礼拜天守主 但有些人工作等等不行 那你最少要 每周抓时间看 因为神很多时候用 那个时间 那个主日的 那个讲道对你讲 你将要发生的事情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不然呢 你每次都跳着乱看 你是要神怎么帮你排好 对不对 就是你本周听了 然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就会发生 是礼拜天帮你预备好 就是 就是今天 今天 你今日所需的神 是钱为你预备好 所以它是按照顺序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 守主日 你需要固定的听讲道 是有它属灵意义的 好 OK 继续回来 天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就是我们 拜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看起来很像 很像天国之子的拜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不要看行为 不要去看形象 神要我们真实对他 然后 让我们真实的跟神 表达我们的心意 然后越来越像他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39跟40节 撒拜子的仇敌 就是魔鬼 好 所以就是魔鬼 这没有问题嘛 对 本来前面就写仇敌啦 所以我们说仇敌魔鬼 仇敌魔鬼 就是从这个例子来的 好 其中一个理由 收歌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 有一天世界会末了 收割人就是天使 这个地方比较特别 你会以为是耶稣自己收割 没有啊 收割人是天使啊 什么事都耶稣做 那天使是 每天看耶稣做事 然后吃东西 聊天开心 没有啊 收割的是天使啊 对啊 然后啊 天使要负责干嘛 把恶人收割了 烧出来 用火焚烧 世界末了 也是如此 所以啊 有一些人他真的 败子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看起来很像麦子 恶者之子 魔鬼之子的特点 就是长得很像天国之子 不过他就骗不到你啦 诈骗电话有打 他说你好我诈骗 然后你儿子在我手上 有这回事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真的很多人看起来 在教会里有假弟兄 保罗受过这个痛苦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我们真的要把你盼望 放在耶稣基督里 收割人是天使 然后呢 所以你去看 启示录里面 真的提到天使 就做了很多类似的收割事情 然后呢 而且那个天使们 他所做的很 那个一大块的收割 是把败子拔起来用火烧 你就去看启示录里面 是不是很多降灾 都是天使去做的 对不对 什么什么地己硬揭开 他就干嘛 倒了什么东西 什么风 什么灾难 都把天使做的 因为上帝做 他怕自己太用力了 天使是有限的 上帝是无限的 你不要小心打个喷嚏 结果地球全毁 没有这只是举例 不会啊 上帝是充满智慧的 所以天使就去做这些事 世界末了就是这样 这个时间 启示录是还没写的 那可是其实这个部分 也是完全切合的 好 所以呢 这是马太福音 13章41到42节 我们请念 人子要猜遣使者 白妾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所以那些败子 那些未来要被烧的 那些现在在欺负你 伤害你的人 他们看似有那种外表 但是神知道 而且在末后神一次处理 所以呢 割了拿起来 然后呢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从他的国里挑出去 一个一个挑哦 那很多人就用这个经文 所以啊 你们不是信耶稣 都会得救 如果你信了耶稣 又叫人跌倒 又作恶的话 你就会被挑出去 我告诉你 耶稣也说 叫人跌倒的事情 是免不了的 我跟你说 没有人可以 完全不让人跌倒 你吃了香蕉 香蕉皮放在里 人家财到就跌倒 不是啊 这个跌倒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跌倒的意思就是 好像觉得 人家会觉得 啊你一个牧师 你怎么这样 哦 一个小组长 你怎么这样 哦 那个你怎么 什么什么 你分明只是为了 关心爱这个人 然后你多关心 他觉得 哦 你管我那么多干嘛 哦 结果你少关心 你怎么都不理我 对啊 然后这个是不是 他会觉得跌倒 哦 牧师好没有爱 校组长好没有爱 哦 局长好没有爱 传道朝没有爱的 这个不是说 只要一点点 叫人跌倒 他这个前后文 真的看起来 就是作恶 跟没信耶稣的人 对不对 都是拜子嘛 对不对 而且麦子长在那里 勾到麦子 你也是会跌倒啊 没错吧 对不对 所以啊 这边不是 因为有些用一个经文 你就会担心 作恶 这个作恶是真的 根本没有信耶稣 恒心作恶的人嘛 对不对 OK 然后这些人会怎样 被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OK 火炉哦 火炉是什么 灰柔啊 灰柔是洗头的啊 非柔 不好笑 那是一个洗法经 好不好 对不起 台湾弟兄姐妹 台湾一个蛮有名的 洗法经 叫非柔 因为台湾念法 就变灰柔 因为我们不检设 好啦 好啦 OK 挑出来丢在灰柔里 丢在火炉里 就烧啦 对不对 好 OK 问题是后面这句话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因为在其他一个经文 讲到外面的黑暗 也会哀哭切齿 所以人家觉得 黑暗会哀哭切齿 所以只要哀哭切齿 都是不好的 都是没有得救的 问题是 那个是外面的黑暗 这是火炉啊 火炉会黑暗吗 你看到哪个烧走的火炉 是黑暗的 没有吧 一样是哀哭切齿 你不晓得哭有 很哀伤的哭 有洗脊而泣吗 还有悔改的眼泪吗 为什么哀哭切齿 只要哭 哀哭切齿就是哭 然后咬牙齿 你常常哭嘛 咬牙齿啊 对啊 你常常 你吃到芥末太辣 都会哭还会咬耶 对不对 为什么哀哭切齿 就是没得救 是前后文嘛 所以外面的黑暗是 就是没有 就是真的是很可惜啊 就是只是天国的 最基层的国民而已 但是那个是外面黑暗 因为有提到 神国的子民 然后神的子民 种种原因 所以在外面的黑暗 但是他还是神的子民啊 对不对 可是这个是恶人 丢在火炉里 也是哀哭切齿 一样是哭嘛 但是不是只要哭 就是没得救啊 你知道为什么 外面的黑暗会哀哭切齿 神让你看到 原本他给你的祝福那么大 我告诉你 什么叫哀哭切齿好了 现在台湾的统一发票 就是台湾的金融姐妹 可能没有 就是我们的买东西的发票 是可以对讲 最高奖项1000万台币 好 所以呢 什么叫哀哭切齿 就是 你在7-11你要买东西 然后呢 有一个老婆婆正要走过来 你就抢她的位置 先排前面 然后之后 那个婆婆中了1000万 这叫哀哭切齿 如果你让婆婆先 就你中1000万了 是不是哀哭切齿 请问一下 你真的被丢在火炉里吗 没有 你只是失去了该有的祝福 这是一个生活比喻 你看比喻就是这样 让你能够体会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那个时候按照顺序 你排在婆婆后面 就是你中1000万 结果 是婆婆中了1000万 婆婆非常感谢你 好啦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哀哭切齿 有些时候是后悔 可是不是被丢在火炉里啊 OK 那在天堂里 为什么那些外面黑暗人会后悔 因为你以为原本你应该要 如果神真的让你看到 如果你选择像一个基督徒 你让那个婆婆先 你甚至扶她一下 你要中1000万 结果你没中 但你也不知道了 对不对 因为你没中你就没中了 结果神让你看到 其实你应该要中 会不会哀哭切齿 会吧 神其实要给我们的许许多的祝福 在我们的生活中 你要懂得 得着那一切的祝福 这表为什么 就是很多很不公平的祝福 会领到我们 就是这样啊 超不公平 这世界超不公平 为什么都是我们在蒙福 真的啊 你们没有这种体会 只有我吗 超不公平的 这为什么只有我 不要你们也要 本来应该大家都有的 问题是你要不要 因为这个世界有撒种 跟收割的原则 顺着圣灵撒种 必从圣灵收永生 顺着情欲撒种 必从情欲收败坏 你就是一直 不是你 小明一直撒情欲 然后要收 今生的百倍祝福 跟来世得永生 有啦 你来世得永生 一定会因为信徒 永蒙保守 那今世得百倍 对你知道吗 我们 我之前说 有一些教会跟你说 你每天要打告几个小时 才会得救 几个小时才会怎样 所以大家就以为 他就不用祷告了 哪有 你知道像阿牧师跟我 我们很常在 一直在那边方言祷告吗 你们不知道而已啊 因为保罗 他说 他说方言比谁都多 他私下在说 方言祷告比谁都多 然后呢 圣经上有提到 方言是在讲奥秘的事 所以你正在用方言祷告 为自己祷告 许多奥秘的事 所以很多祝福 就会一直临到你啊 真的就是这样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啊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只看着 因为你知道 人是有肉体跟罪性 你的肉体跟罪性 然后又有一个这么好的福音 所以你的肉体跟罪性 就很容易 凡神都爱我就随便了 就很像我们又举的 常常有举的例子 对不对 公司今年要裁员 你知道你表现超不好 你又不想被裁员 所以你就很努力工作 所以你的老板就说 好我知道你很努力 我不会裁你员 然后之后你就开始混 你知道明年也是会裁员的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天国不会这样 你真心相信 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但是你不要哀哭切齿 分明应该中一千万的 结果你抢老婆婆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要活在一个 神超自然的祝福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又相信正确 信的对活的对 然后你活得跟别人一样 难怪你未来会哀哭切齿 因为你该有一堆祝福 你没拿到啊 真的会啊 我跟你讲 有些时候发票对 你知道发票过期 我都不敢对 怕不是怕没对到 是怕对到 你懂我意思吗 真的啊 对到你才会哀哭切齿啊 痛苦啊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啊 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体会 你看我是不是举了很多例子 然后让你能够体会 这种哀哭切齿 但不是丢在火炉里的哀哭切齿 是丢在非柔里面 不是非柔 不好笑 丢在火炉里面的是灭亡的 在外边的黑暗 是因为神是中间的光 与耶稣越远越黑暗 叫做外面的黑暗 一样是哀哭切齿 可是一个得救 一个没得救 好 马上的福音13章43节 请念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有一首很好听的歌 有一首敬拜歌叫做 We will shine We will shine 山遥如太阳 就这句话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没听过算了 上帝还在 好 那我唱 我干嘛要唱的 好 没关系 一人在神的国里面 在父的国里面 是要发出光来的 什么意思 其实是我们 你知道月亮其实是不会发光的 月亮不会发光你知道吧 月亮是因为太阳照月亮 月亮把它反射 我们的光像太阳一样 其实是耶稣是 在心天心地里面是 城内不用灯 不用日月星辰 祂就是那个光 我们就反射祂的光 像太阳一样 连反射出来都像太阳一样 你有没有看过月亮 很亮很亮很亮的 像中秋节什么的 有没有 有些时候真的 你去一些没有空气污染 没有光害的地方 你会月亮亮到太阳 月亮亮到像太阳 有点夸张 最早像日落的太阳 然后星星又很亮 你真的可以 直接用眼睛看得到 所有东西 亮到那个地步 对啊 更何况我们是 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有一天 因为你信了耶稣 你穿戴了耶稣的意 你要发出光像太阳一样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天 我们有一个更灿烂的未来 神预先定下 就招我们来 在创世以先 在还没受造 这一切都还没有 在创造世界以先 高阳已经被杀 我们有经文证明 然后呢 在创世以先 预先定下 时间到了就招我们来 招我们来 就称我们为义 称我们为义 就算了吗 没有 还要我们得荣耀 要我们发光像太阳一样 感谢主 不是说你的头发 不见得像太阳一样 光亮的头 但是就算你是光头 也是发出光像太阳一样的一人 我们会大有盼望的荣耀上帝 而且未来 你有一个灿烂美好的人生 你要知道 更美好的 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的日子 将要来到 你就是艺人 因为艺人的日子 如同黎明直到 郭富城 黎明 郭富城 大家知道我来讲什么吗 从黎明直到日午 月照月明 这个例子也不能讲太久 因为郭富城 必要什么时候会不红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人没有什么永远倚靠的 好 所以现在他还有红可以讲 艺人的日子 如同黎明直到日午 月照月明 所以像以色列的太阳 从黎明就超级亮 我记得在以色列 一大早就很亮了 但是它是到日午 月照月明 我有说过 我在以色列拿了手机出来 开到最亮 在大太阳下 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就是这么亮 这就是你该经历的生活 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因为从黎明直到日午 月照月明 让我把眼睛闭上 绝书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未来我们要发出光 像太阳一样 主要让我们懂得撒种 跟收割 顺着圣灵撒种 要得着从神来的永生 要得着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的美好 让我们不要去顺着情欲撒种 收那一切的败坏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你 让我们真的知道 你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工作 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死亡 都 归在十字架上 谢谢耶稣基督 已经成就的工作 主要是 耶稣谢谢你 保守我们真的知道 你对我们美好的心 让我们不是在觉得 你好像是那个 严厉的法官 要定我们的罪 你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要爱我们 接纳我们 祝福我们 是的 偶尔有管教 但是我们快快的归正回到你的面前 你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 有些事情 你真的无法胜过 神知道 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但是他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只管 什么都不要管 我们只管来到他的施恩做前 就可以得连续 就可以谋恩惠 就可以做随时的帮助 因为他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谢谢耶稣 这样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 打重新来念一次 一二三 请 我相信上帝 拆拍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谢上帝 这么爱我们 好 请闭上你的双眼打开 你的双手 你受本周祝福 主要向你现场感谢 我们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在现场的 在直播的 在未来听见弟兄姐妹 上帝的祝福 无远佛界 超越时空 就要临到你 主要您用生命 第二十八章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 是我们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我们手所做的 我们身所生 身所所产的都蒙福 我们手机电脑上团下来都蒙福 我们签名盖章的都蒙福 主要我们做的报告 作业功课都蒙福 我们所造管的都蒙福 一言的家人的产业都蒙福 祝福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亲朋好友 不只得到二手的祝福 不只透过我们得到祝福 他们要亲自来信耶稣 得着那一手的祝福 祝福我们的亲朋好友 快快来信耶稣 我也奉为神明 释放上帝超自然的一致 因着耶稣的鞭伤 你已经得了一致 因着耶稣的刑罚 你已经得了平安 神的国临近你 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了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这么爱我 保守我们 在各样的状况之下 在疫情的年代 在各样危险的时候 让我们首先知道 白日太阳不能伤我们 夜间越阳不害我们 五间灭人毒病 跟恨行瘟疫 不能领导我们 让我们在对的时候 去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做正确的事 人是实地物 也要万事 使我们效力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主耶稣 愿有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感动或交通 让你众地用前面统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 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 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